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期待的圣诞节以及元旦已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更加要关注我们乐火好地友每周四的节目 因为呢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周四是我们固定的周末去哪时间 绝对会承包你一整个周末的好玩活动 那么最近呢肯定是这个活动啊都跟圣诞节有关 那么今天呢也是按照的地区来跟大家划分 看看你家门口有哪些圣诞礼物在等着大家呢 在开始直播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点击一下我们视频右下角的这个订阅按钮 就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再点击一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South El Monte 它有一个圣诞老人驾车巡游 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12月20号到22号的下午6点 圣诞老人要来South El Monte社区了 快来和您的朋友还有邻居一起来欢迎圣诞老人的到来 圣诞老人到时候呢会坐着装满圣诞礼物的汽车 然后他会沿着地图标注的路线进行驾驶 那么一路呢会与社区的居民朋友共同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 怎么样你期待圣诞老人到你家门口吗 到时候呢整个社区会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具体的地图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海报啊 或者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有具体的地图啊到时候就在家门口 等着圣诞老人的礼物列车来到你家门前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Humbra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活动呢 就是圣诞老人讲故事 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12月18号的中午12点半到3点半 地址呢是在211South First Street 在这个South Almonte这个一个地址 大家在社区的朋友肯定会知道 那么在Humbra警局与圣诞老人一起度过故事时间 圣诞老人呢将在下午1点15分给所有的孩子一起读一本书 下午2点15分呢还会有茶点和工艺品 每个孩子都会得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哦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呢这是一个免费的非常适合全家参与的一个活动 那么也是和当地警察和邻居会面的绝佳机会 请为每一个参加活动的孩子们一定要注册啊 不要忘记呢带上你的相机还有手机 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拍照或者是录像来留念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每人只能参加一次读书活动 如果呢同时注册两个时段 那么他们会自动给你删除一个 看来呢这个名额有限 大家还是要抓紧注册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Walnut有一个活动啊 那就是关于这个gym的活动还有这个team center reopen 即日起呢是开始了 开始这个活动啊一直到 即日起就可以开始啊 一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贯穿的时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活动的具体时间还有流程 地址呢是在这个核桃市的体育馆啊 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 即日起就重新开放 那么在这里呢有羽毛球馆 篮球馆乒乓球馆等等 还有一些青少年体育培训班 大家呢可以来预约场馆活动啊 在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没有出门 但是呢现在这个体育馆也重新开放了 大家又可以重新运动起来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保证自己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 要做好防护措施啊 请洗手 然后呢要记得戴口罩 具体的预约网站呢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啊 点击他们的这个链接 来查找一个具体的预约方式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Chino 有什么好的活动呢 在Chino呢有一个节日彩灯 骑行巡游活动 是叫做Holiday Lights and Music Back Train 时间呢是12月18号 地址呢是在这个具体的地址 大家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啊 这个说明区找到具体地址的一个链接 那么这个周末呢Chino社区 依然会有彩灯骑行活动 单车发烧友们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点亮您的自行车 加入一年一度的Back Train 将在奇诺著名的胡桃木 圣安东尼奥社区巡游 欣赏节日有趣的装饰 灯光还有音乐 你可以随意骑着您的这个混合动力车呀 山地车呀通勤车 或者是其他适合慢速骑行的休闲自行车 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全家人的一起加入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可以度过一个美妙的晚上 那么详情呢大家可以进入他们的网站来咨询 那么这个网站的链接呢就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社区是Eastville的圣诞主题活动 时间是12月18号和19号下午3点到9点 那么地址呢是13200Citrus Street 这个在Eastville呢将迎来一场特别的圣诞节假期活动 圣诞老人来访音乐美食手工一品 这个淡酒品尝和北极之旅 活动呢还将通过荷兰特有的食物和手工一品 来探索荷兰文化 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注册 详情呢大家可以点进我们视频下方说明的链接来了解 总之呢是一个非常轻松 而且呢直接到了就能参加的活动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Anaheim Anaheim呢有一个圣诞节集市 又是喜欢这种集市逃货的朋友呢 一定会非常喜欢这种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的名字呢叫做Holly Jolly Makers Market 时间呢是12月19号的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具体的时间 可能呢它的时间比较早 但是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 早起可以逃到好货 那么在Holly Jolly Makers市场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有小商品 有适合孩子的有适合宠物的 还有各种的美食饮料 还有各种适合购买节日礼物的摊位 现场有震撼的音乐和可爱的拍照打卡地 具体的详情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找到他们的详情网站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心仪的类别的商品 或者是有没有适合你购买逃货的一些品牌呢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Anhem的翘早市场 时间是12月18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 地址呢是在OC Street Market 具体的地址呢大家可以搜索 这个OC Street Market就可以找到 在这个地图上就可以找到 那么圣诞节翘早市场 除了在这里可以尽情购物以外呢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圣诞节主题活动 下午4点是拜访圣诞老人并拍照 下午5点呢是一起观看极地特快的电影 这个电影呢是在室内的 晚上7点还有在北极星咖啡馆举行的 圣诞送歌和假日娱乐活动 活动呢当然也少不了各种美味的食物和甜点啊 观看电影呢需要购票啊 但是呢这个电影票简直是不要太划算啊 每个人只要5块钱啊就可以看电影了 那么除了可以观看极地特快电影以外呢 还可以得到一杯热可可 我觉得这真是太划算了 一杯热可可呢可能就要3块钱 然后再加上2块钱就可以多看一个电影 那每个展位呢还会提供免费 提供儿童装饰工艺品还有糖果 电影票的所有收益都会捐赠给工艺组织 跳蚤市场呢是免费入场的 只是看电影需要付费 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 它还有免费的一个停车场 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可以说是考虑的 非常的周全了 大家如果需要订票啊 或者是需要看的话呢 可以在Evan Bread上面找到 这个具体的购票的链接哈 在Evan Bread上面 他们有这个具体的一个详情的页面 当然了在我们视频下方说明的链接 也可以找到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Santa Anna的美食节 时间是12月16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地址呢是在West 4th Street 这个Santa Anna的美食节呢 美食当然是主角了 琳琳满目的小商品摊位 还有各种很棒的娱乐节目 儿童活动和大量社交媒体的拍照机会 而且呢是免费入场的 详情呢可以留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区哈 这个活动呢是这个各种美食哈 吃货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接下来呢在Ontario 有一个可能是小朋友大朋友 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圣诞招牌活动 那就是和圣诞老人共进早餐 时间呢是12月18号的早上8点到上午10点 毕竟是早餐时间嘛 这个地点呢是在Rain Forest Cafe 是在这个餐厅里面 想和圣诞老人一起享用美味的早餐 这个圣诞节来Ontario的雨林咖啡馆 那除了可以和圣诞老人共进早餐呢 还可以合影 而且呢还可以寄信到北极哦 在这里呢可以享受假日活动 参加抽奖获得礼品贷奖品以及独家的零售折扣 所有的儿童都必须由成人陪同的 座位呢也是有限的 成人和儿童必须购买门票才能参加活动 有请提示一下 结账是价格啊包括税费小费和服务费用哈 这个不需要这个额外给小费 当然了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圣诞老人 觉得这个服务办的很不错的话呢 也可以多加一些小费啊 当然也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还有注册啊 具体的预约方式呢在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就可以找到 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 那就是猪咪咪虎年演唱会 这个时间呢是在1月15号的晚上8点 1月15号已经是2022年了 地址呢是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香港爆笑天后猪咪咪呢自称是世界级人物啊 他作秀足迹遍迹全世界 真的是有华人的地方一定就有猪咪咪的精彩说笑逗唱 挨过疫情两年没有演出猪咪咪终于回归了 明年1月15号也就是周六的晚上 他将再度献唱南加州 地点呢是洛杉矶近郊的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啊 届时呢他将以崭新的静歌热舞说笑逗唱 把虎年迎春的欢乐情绪带给大家 那么猪咪咪呢是大家心中的开心果 有他就有欢笑连连 他强调说自己演出现场随边随来的机智笑话 靠的全是数十年来的舞台经验累积 他说呢这一套年轻歌手们是学不来的 将还是老的辣 同时呢还要这个看台下观众的反应 他还会临机应变啊 能和观众们打成一片 猪咪咪呢是永远的票房保证啊 同台上有知名钢琴歌手尹赫天 猪咪咪虎年欢喜演唱会 是由第五季国际娱乐主办 详情呢可以咨询电话626-964-4747 并且呢也可以在网站上订票 具体的订票的链接呢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区就可以找到了 好 接下来呢再来继续说一下我们的社区活动 Vescovina还没有跟大家讲 那么Vescovina Plaza有圣诞奶奶来给你讲故事 时间呢是12月16号的晚上6点到7点 地址呢是在Plaza Vescovina 在这个Vescovina的广场 那么Vescovina的消费者们 可能要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节日 加入Plaza Vescovina的儿童俱乐部 圣诞奶奶讲故事的时间就会来了 圣诞奶奶呢将在假期前来到Vescovina Plaza 给孩子们讲故事传播欢乐 孩子们呢还将与圣诞奶奶一起手工制作 向圣诞奶奶展示你的作品 而且呢你还可以把精美的作品带回家 千万不要错过2021年最后一个儿童俱乐部的免费活动 这个活动呢将在12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 也就是今天啊下午6点在下层儿童区的旁边 可以这个正式举办啊 那么具体的购票地址呢 大家可以看Evan Bright上面也有这个具体的购票链接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非常简单 直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说明区的链接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周末活动推荐了 不知道今天的推荐有没有在你家门口啊 赶紧在你家门口参加一场非常好玩丰富的圣诞活动 也许呢还有你的圣诞礼物 期待领取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当然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对于这个活动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区留言 我们看到的话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另外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是请您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更好的生活信息和折扣信息 那就记得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10点45的乐活好地友 我是露露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在美国生活了解身边事就上华人咨询网APP 交点新闻突发新闻 华人咨询网APP为您提供中立客观专业的新闻报道 使用华人咨询网APP 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档新闻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